接著來看新北市今天審查2014年的公告土地限值調整 新北市的公告土地限值的平均漲幅至17.45% 我們就來看看哪些地方真的是漲最多的呢 看起來包括了巴黎跟泰山還有新店 您看到這漲幅光是巴黎就漲了將近有三成 還有新店跟泰山這些行政區也都漲了兩成以上 那麼剛剛看到是漲幅比較高的地方 那麼帝王又在哪邊呢 新北市的帝王則是落在板姓雙子新大樓 那麼這大樓已經五度蟬聯新北市的帝王了 明年公告土地限值是每平215萬 我們看到是去年每平184萬 那麼相對起來光是這個明年公告的限值 就已經漲了16.46% 這個數字真的還蠻驚人的